你愿意考虑一下跟我结婚吗 我一个月给你2万块钱生活费 期限一年 夫妻生活 看双方是否有医院继续走下去 如果你后面有喜欢的人的话 我可以给你离婚 第一次遇到这么有趣的医院 你觉得怎么样 爷爷 已经上了年纪了 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不能再到处自己乱跑了 身边一定要带着人 爷爷 你没事吧 哎呦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业无忧 我在救你恩人 你好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之前见过吗 昨天晚上的希尔顿酒店 我从泳池里把你捞上来的 这 你们两个好像认识啊 哎呦 我这个年轻人啊 共同的话题 你们两个了 快出去走走 谢谢你救了我 嗯 你是在希尔顿工作吗 希尔顿酒店是陆家的产品 这样说好算没问题 可以这样说 臭小子 我该做的都做了 你到二十八了 再把握住机会啊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如果我刚才爷爷说了什么 你不要放在心上 没有没有没有 爷爷人很好的 冒昧的问一下 你是在被催婚吗 嗯 嗯 那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没有 你愿意考虑一下跟我结婚吗 你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先别说话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叶无忧 今年二十七岁 毕业于多伦多大学 年薪五百万 有车有房不要彩礼 跟我结婚后 你可以选择工作 或者当家庭主夫 我一个月给你两万块钱生活费 期限一年 夫妻生活 看双方是否有医院 继续走下去 如果你后面有喜欢的人的话 我可以给你离婚 第一次遇到这么有趣的一样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我们家 这么快乐吗 我很忙的 当然是越快越好 那就现在 上雨了 我在保育花园有一套房子 密码和地址 我一会儿发你手机上 爷爷他 爷爷他有自己的 好 那么以后每周五都去探望爷爷一次 我先去上班了 好 来 过两天呢爷爷准备办一个宴会 宴会 结婚宴 倒也不是不可以 其实就是爷爷想把我们介绍给亲戚朋友 过两天我要出差 就让爷爷陪你挑一下衣服 这么隆重 我还要挑礼物 那是当然 你可是我的妻子 我看里还有几十万 先转给你吧 不用了 我的钱够了 答应我 你以后有什么事 一定要告诉我 不要自己强撑 好 爷爷 咱们就是去买个衣服 用不着这么扑装浪费吧 再说了 这个车租一次肯定得不少钱吧 租车 这就是咱们公司的车 这还是咱们公司啊最低调的车了 这 这怎么可能呀 你老以为她是做苦力的吗 你老以为她是做苦力的吗 她是我们陆氏集团的董事长 再说结婚证上也写的有嘛陆立行 这怎么可能呀 那天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她不是穿着工装吗 穿工装 那天啊 她是从一个项目的工地上 刚下来穿着工装 再说了 一行就穿着工装 你愿意下去看 说明我这眼力啊 没有看错 好 今天我挑最好的礼服 你为什么要偏我 骗你什么 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我一直以为你是干苦力的 我就是干苦力 每天都这么忙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只要一想起 以前跟你说过要帮你的话 我就觉得很尴尬 尴尬什么 我还盼着你保养我 少来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你一个堂堂录市总团 就算把我卖了 我也养不起你 那好啊 我跟我来高养 你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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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